会感觉它是有活力有生命力 欣欣向荣不断在改变 可是那个微软的东西啊 它也在改变 可是好像感觉 越改 这个很主张 就像我最近有买Win8的环境 说真的我最后还是把它灌回Win7 因为我光那个动态专 而且我很多习惯会用到那个Virtual的部分 就是虚拟指令 就是有个那个Virtual PC Virtual HD 就是虚拟的那个部分 VM那部分 结果它居然Win8 它一定要是什么 专业版以上 或者什么旗舰版以上才有support 反而那个 在那个Win7里面 本来就有了的东西 它居然就把它拿掉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不方便 所以我就干脆依然就把它再改 再改回去 好那 RUN起来之后呢 它的环境大概是长在这样 那如果我要把这个 我刚刚写的 把它RUN到这边来的话 跟上次一样 按右键 直接在专案上 按右键之后执行为 Enjoy application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专案 那底下当然也会有些讯息 会出现 这个有个AVD选 理论上应该不会跳这个 可能是它在开机 如果说呢 它找不到那个device 就是它不知道说哪一个模拟器的话 那你就选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模拟器 然后按确定一下 那特别注意 它后面有个DASH5554 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POR号 它是借由那个 这个POR号去做沟通 TCP 这个POR 那如果说你的防毒城市 或者你的那个防火墙 有打开的话 有可能会挡掉这个POR的话 那你之间就没办法通讯了 所以一些环境的话 尽量也不要去装什么防火墙 如果有防火墙的话 也不要去挡554这个POR 如果这个POR被挡的话 之前我就上课的时候 就遇到这种状况 刚好有那个有个学校的 有防火墙就一直RUN 奇怪就是乱不起来 后来看一下 原来防火墙被打开了 然后被挡掉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没有防火墙 554这个POR就可以通讯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专案 它可以砍PIR 并且包装成一个APK的一个档案 再传到模拟器里面 它会自动帮我安装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请输入账号点下去 你会发现 理论上应该是要消失才对 那有的时候新版旧版的SDK 它会有一些差异 旧版的话理论上是点下去 请输入账号应该会消失 可是新版它在SDK应该 他觉得应该是输入之后才会消失 我看一下 输入之后才消失 旧版有些是点下去字就消失了 OK